某個時間之後就沒有傷害 那那個時間多久 500年、200年還是30年 我們需要的時間真的是蠻長的 你所謂蠻長的是非常弱的東西 你講一個10年 譬如說某一種東西 10年、20年、100年、500年 因為福島的那個村長有來講說 連他們的家鄉500年後沒有辦法回去 那這很精確就500年 那你現在講那個時間到底多久 所以變差價主 你知道那個全國人叫什麼 車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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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放開放觀光啦 怎麼會不能回去 你開放觀光去年還是2013年開放觀光的 車諾比哪裡開放開放 其實福島已經很多 大部分人都已經回去了 那個上個禮拜 你開放觀光了 可以去 他說的那個500年是看他到什麼程度 他說完全這樣到底 真的是需要這種時間 但是你降到人可以靠近的時候 那個保溫棉還爆炸還掉到他頭上 那個村長 那叫什麼丁 他也來台灣講過 他是講500年 現在你講的那個說 多久之後不會怎麼樣 那你告訴我們是10年、20年 還是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這個我覺得是大家應該以這種數據來論科學吧 就是如果你要真的到完全之0 當然要500年那麼久 但是如果要到對人體沒有傷害的話 可能30、10年或到100年之間就可以 而且重點是 所以照你這個數據的話 輔導現在還是不能委屈他 對人體沒有傷害 但是 這是不同的情況下來講 我下次可以安排一個專題演講來找你來 因為這是 情況跟我 我剛剛講的是 整根燃料棒採在你面前 但是他那個上輔導的不一樣 對啊 那我們燃料棒都是 燃料棒裡面的 如果照合一合二合三 那個核種有三十幾種 那每一種多久多久 你把它講清楚啊 輔導的民眾咧 他自此自重呢 連影子都沒看到 他離他很遠 我們的輻射管制的一個法規 所有的輻射的東西 我都放在我的廠內 然後一放就是60年 我們已經有這個信心 有這個規劃說 我的東西放在我的廠內 有完善的規劃 跟完善的屏蔽措施 讓他輻射局限在 法規允許的範圍之內 不會對人體傷得傷 而且民眾也沒有辦法 隨意的進入我們的廠區裡面 因為我們平常是有保安系統 我們不在這邊 不要再這樣 快的人太辛苦了 那 那 時間差不多了 對 我再講快一點 我常常掏出時間也住這樣 對 然後這邊我們賣一個假的燃料 為什麼要賣一個假的燃料 因為 我們的輻射就是由這個 核燃料而來的 然後我們那個核燃料呢 我們輻射呢 有很多層防護 第一層防護就是 我們會把它燒成一個陶瓷 然後變成一個圓柱這樣包裹 這是第一層防護 就是讓它那個 輻射氣體局限在這裡面 第二層防護就是它的那個 告核金燃料棒這樣 第三層防護就是它在那個反應爐裡面 那大家可以看這是模型 這個長 長跟寬是一比一 高是二分之一 所以它是只有一半 所以還要再更高這樣 那第三道 那第四道是什麼 第四道就是我們的一次為主體 為什麼我說它是第四道 然後它不過是個水瓶橋 不 它不是個水瓶橋 因為它用的鋼筋是這個 18號鋼 它是八分之十八吋 然後這個是我們平常就是 隔壁蓋房子這個 這個大概是一號或十二號這樣 八分之十八吋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直徑是五點七公分 大家可以來排一下 很很很實 對 我們用的是這個 而且喔 我是紮五層 一二三四五五層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密密麻麻的 這是三號鋼 對 這是三號鋼 這是三號鋼的 這個你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密密麻麻 紮了很多層 可以看到 就是 如果大家要從那個外面蓋豪宅的經過 豪宅的很酥 然後用這種鋼筋 也不過如此 我們用什麼 十八號鋼筋 對 然後呢 我們還有內層鋼板 這下面是鋼板這樣 其實我們應該要原樣 原樣來展示 就是我們那個 一次圍組體厚度是 兩公尺 但是這個房間太小了 兩公尺就滿了 對 所以就是一個內層鋼板 就是這個 這是 第四層 然後第二層的這個 第五層的這個 二次圍組體 所以我們有五層層層的防護 然後把輻射局限在 這個反應爐裡面這樣 然後我們 後面有一些那個 地底用那個玄武岩 就是這個 就是火山爆發的時候 會流出來的 這種比較堅固的材質 防止說它那個 從地底下 就是反應爐龍船 從地底下那個 露出來 但是最壞的情況 但是我們有做打算 對 那今天這個 就這樣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好讓我到外面去 我怕大家會問問題 對 因為時間快要到大家吃飯 時間是反對中教 對 看大家有沒有要在 有3D動向去拍照 我可以幫大家拍照 對 然後如果有 公開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拍照 我 要是